我開口只有一把槍 來看看這場我搶了多少錢 22萬2857 哈囉大家好我是拿鐵 今天要玩的是Arena Breakout 暗區突圍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軍港這張地圖呢 要如何撿裝備跟賺大錢呢 好這張地圖我大概也玩了二三十場吧 分享這張地圖它主要就是巷內戰 巷內戰的部分呢 可以說是廝殺非常兇肯 因為它沒有很大的草皮可以跑了 基本上玩家在轉角都會遇到愛 不是是遇到敵人 然後你可能就會直接交戰 然後就死掉 這張地圖的部分我自己有試過 刀戰流啊 如果你今天玩偽裝者的話呢 你躲在巷子的轉角處 暗的地方 如果玩家在交戰之後呢 在撿裝備的時候呢 你是可以去偷襲敵人的 這邊有個畫面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去偷襲敵人啊 直接砍倒了兩個人 然後先砍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呢 後來才發現我來不及了 基本上刀戰呢 只要貼近敵人啊 它的槍口呢 就會往旁邊飄 有點像碰到牆壁一樣 會轉到左邊或右邊 沒有辦法直接打正前方 所以如果你今天玩刀戰的話 記得一定要趕快砍頭 就玩家他的防裝 如果是三級以上的話 可能要砍比較久啊 他只要沒有提防好的話呢 還是可以直接用刀子收掉的 然後當然也遇到比較高段的玩家 他可能聽到聲紋啊 他就會趕快提防了 那這部分呢 還是要注意 因為刀戰還是有很高的機率會死掉了 主要就是看你有沒有勇氣 跟他拼一波啦 拼到的話呢 就可以直接剪他的裝備 再來就分享地圖的區塊啊 主要來講的 保險箱的部分呢 會在這三個區塊 紫木公寓 左邊的話是餐廳 跟下面的行政大樓 然後張地圖特別注意 就是很多玩家 他會玩狙擊 或閃彈槍或衝鋒槍玩家呢 狙擊會躲在屋頂上面 就是屋子的三樓啊 或找一些破掉的牆壁 去當狙擊點 所以這些地方呢 會很多人架槍 然後去打下面的敵人 特別是行政大樓旁邊 有一個百貨大樓 這邊也是會有玩家會去架槍的 所以要注意啊 然後再來很多玩家會在轉角呢 使用閃彈槍快速收敵啊 衝鋒槍也是 所以這幾把槍呢 衝鋒槍、閃彈槍跟狙擊槍呢 是要特別注意的 然後中距離的話呢 就會遇到玩家使用步槍啊 不過這張主要是巷弄戰啊 所以比較常是 快速快決啊 你遇到敵人基本上 你收到他或你不要收掉 盡量用很近走的方式 移動 你可以去歸敵人 甚至慢慢的去偷襲敵人 這張地圖好玩點就在這裡 快速快決 物資的部分 會藏在地圖的任何角落啊 然後當然是看你們有沒有運氣收到鑰匙 或者是比較稀有紫色跟金色底的物資 收到的話一定要記得帶走 這就是最重要的 然後撤離點的部分最危險是 在暗風巷這個附近 這邊有個撤離點 然後有個地下道 很多玩家呢 會在裡面歸敵人 大家如果要從地下道撤離的話呢 就是一定要先丟燃燒品 或者是丟手油彈 甚至一些有的沒人 就丟進去就對了 先炸炸看有沒有人 然後因為這邊歸點的人非常多 所以暗風巷其實我是不太推薦從這邊撤離啊 因為很容易被歸到 然後這邊我也試過歸別人是成功的 暗風巷這個地方 撤離點我個人是覺得 可以不要選這邊 因為人不選就不要選這裡 因為這邊還蠻容易交戰而死掉的 軍港這張地圖我個人是覺得還蠻富有的啊 甚至下面有一個保衛營啊 跟行政道這邊呢 他有非常多的AI 遊蕩者他的裝備非常好 所以如果你要洗裝備的話呢 這個區塊只要你有不錯的武器呢 少一波你可以拿不完的AK 然後也拿不完的SKS 反正就武器很多還有防裝 都在保衛營這邊 可是這邊的話呢 敵人也是比較兇狠 所以有時候要小心他們的 防裝比較強 跟武器也比較強 一部流神呢 你有可能被AI防守 因為這遊戲的AI 其實說實話都還蠻準的 在直升機撤離的話呢 在正中間這裡啊 這邊撤離其實我個人覺得是有點危險 那如果有其他隊友協助下呢 互相掩護也是可以的 然後最適合撤離的方式就是在 這個地圖的側邊啊 邊邊角角撤離是比較安全的 接下來就分享一下實戰的畫面 給大家看一下吧 好這張一樣是玩偽裝者啊 偽裝者的話比較不用怕噴裝啊 我開頭只有一把槍 好很好 看一下啊 我們在左上角的建築工地啊 建築工地這裡其實可以收 呃 隊友槍都比我好 好這張地圖的玩家比較容易遇到 所以我會建議你們呢 如果看到槍點呢 盡量沒有好武器不要過去啊 因為很快就遇到敵人了 然後可以進走就進走啊 工具箱是一定要收啊 他有時候會收到很好的物資 幾萬塊到幾十萬都有可能 這邊有個軍需物資箱 這個可以收 工地這邊還蠻多東西 欸沙漠之音 來跟大家分享如何一把手槍致附啊 我們看這場 能不能夠拿到很好的物資 冬日補給箱有看到一定要撿 不管哪張地圖 因為他可以讓你 飢渴這根飢餓值呢 去補充啊 彈藥箱 彈藥箱也一定要開 彈藥箱只要開到 紫色底跟金色底的子彈必撿啊 這都還好 不過我們先撿起來 等一下如果撿到槍可以用 專業工具箱 呃有一個是我的清單裡面的 我們私底撿一撿以後就拿很多武器了 這邊敵人剛剛交戰完了 我現在拿到一把AK 他裝備看起來不錯 軍港這張地圖拿不完的AKS啊 然後撿一彈掛也超多的 RAP撿一彈掛 這張地圖也是超級多啊 可以說應有盡有 我缺裝備的時候呢 都會來這張地圖刷裝備啊 跟刷槍啊 就有用不完的槍了 我們從一把 手槍 到現在已經拿一堆裝備了 我們現在要去保衛營 前面這邊 這個是遊蕩者 這個地圖遊蕩者就穿超級好的 這不打喔 我們直接衝進去 剩9分鐘 這個裡面的部分啊 出口比較少 所以說進去裡面要抓時間出來 不然可能會來不及撤離 這裡交戰的話很刺激喔 我常常遇到敵人在蹲點 我剩下一個隊友活著 衣服 必須收 出個鑰匙就發了 保衛營我是建議大家蠻推的啊 越危險的地方東西越好啊 家用主機 好像可以拿一下 抽屜呢是一定要開的 抽屜常常開到鑰匙啊 好東西都在裡面 看運氣 哪一個好東西吧 瓶子 最後一個 好 這個抽屜沒好東西 這邊有個小倉庫 看看這個箱子吧 工具箱 小小工具箱 哇 哎呦 14萬 裝用電池組 哇 起飛了起飛了 丟丟丟 全部丟掉吧 哇塞 八格耶 哇哇哇 欸這樣子不能死了 我看一下 下面撤離點 這邊有個衣服 會不會再收到一把鑰匙呢 哇 這一波可以啊 裝用電池組 金色底的 金色底跟紫色底是一定要撿的 哇 糟了 隊友是不是打他們了 遊蕩者有些 如果是BOSS級的 跟BOSS的手下啊 他們會識破我們的偽裝 哇一次三隻啊 還好我有補包 我們現在要撤離到下面那個地方 三號撤離點 有點多隻耶 這邊中間可以下去喔 下面還有人 再兩分鐘 隊友在前面 快走快走快走 這個不用練戰了 先跑就對了 哎呦 水水水 隊友掩護我 我們先走草叢這邊 這邊可以直接撤離了 這一波摸到大的就可以走了 已經賺了 軍港這張地圖真的很好刷槍跟裝備啊 因為他地圖很小 快速刷一抓你就可以走了 只是要小心敵人蹲點 因為這張蹲點的敵人太多了 右邊這邊有個斜坡也可以上去啊 我們測吧 軍港這張地圖呢 就是快速快絕啊 來看一下這場我搶了多少錢 好 瞧瞧 自負自路完成 有個成就達成 小成就 這是我的路線 給大家看一下 22萬 2857 OK 主要是裝用電池組 這樣賺了14萬啊 剛才那個區塊大家大概記一下 他也是保衛裡面啊 一個小倉庫在 紅色門旁邊啊 大家可以自己去摸一下 軍港地圖 挑戰完成 這遊戲主要就是還是 搶物資啊 其實他多集他少 看個人啊 如果說你今天很想要 殺敵人的話 你就多殺一些 像我很喜歡撿東西啊 就跟大家分享 這個軍港的一個攻略啊 這場呢 就減到一個金色物資啊 可以拿來賣 可以拿來兌換東西 所以就看個人了 好 今天這集快速跟大家分享 就是軍港的 刷裝刷錢的攻略啊 希望你會喜歡 那也希望能幫助到你 那大家有任何想法跟問題的話呢 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給我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可以幫我喜歡 繼續訂閱我打開通知鈴鐺 後面繼續分享這個遊戲攻略跟情報 也記得訂閱我我youtube頻道 打開通知鈴鐺 我們下影片見囉 掰掰 我們下影片見囉 有沒有 睫毛 我會打開 我會打開 但我會打開